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总值队伍平均年龄相比中国队年轻两岁 因而 虽然整体实力不差 但就像马达洛米所说的 是四个以第三名身份出现的队伍中实力最强的一队 不过 想要阻挡中国队前进的步伐 沙特队的希望恐怕不是很大 超清720匹 高清480匹 标清270匹 倍速0.5x 1.0x 1.25x 1.25x 1.5x 2.0x 倍速播放 在这里 全屏到腾讯视频 观看此视频 下一个即将播放 取消 广告广告前瞻中国VS沙特 最强进攻强西沙特 近期击寄导破魔咒 50% 75% 10000273C0G25 播放模式 Chromials 分辨率1920x1080 视频框高848x480年量50% 视频协议 HTTP SCDNAVD 2945F52C49R FF230198F00996495CHDV SMTCDNS 下载速度 缓冲质量 真数错误码 版本号3.4.37 2018年8月23日15.4010秒 播放流水 F940BC915C54325D0160886BB8745DBC70201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 观看完整版 前瞻中国VS沙特 最强进攻强西沙特经济击打破魔咒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XWINDOWDATAVIDEOARPUSHVDU00273C0GR5IMGHTTPNOOSGTIMG.COMNOOSEUPLS049659903626404800 前瞻中国VS沙特最强进攻强西沙特经济击击打破魔咒 时长约1分32秒 记者马德新印尼亚加达报道 中国95年零段123国族将在8月24日驻战沙特队 进行亚运会男足赛8分之一决赛 这将是中国队能否实现保八征私底线目标的关键一仗 此番中沙之战也将是G1994年广告亚运会之后 中国队与沙特队再一次在亚运会相遇 当然 尽管队手还是沙特队 但队伍情况已经完全不同 毕竟上一次遭遇是双方的全国家队 如今则是一支1995年零段队伍 一支97年零段队伍 123国族预计首发 张玉宁既是中锋维士豪领先最强攻击群 立足2020奥运日选赛 对中国足球而言 亚运会商历史最好成绩就是1994年的广告亚运会 当时 七五升率中国对历史性地闯入职赛 但银汉的输给了乌兹别克斯牌 获得一枚银牌 而在那次亚运会上 中国队赛小组出现之后 淘派赛的第一个对手就是沙特队 只不过当时是沙特队正宗国家队 中国队2比0男胜并顺利闯入四强 有意思的是 那届亚运会之后 沙特队连续缺席多届亚运会男足赛 直至20年之后 也就是2014年人穿亚运会 沙特第一次踏出足球队参加亚运会 结果闯入八强 在被伊拉克队挡在四强门外 不过 在沙特队重新决定派队参赛时 沙特足鞋开始着眼于未来 并以练兵为主 因为在2014年人穿亚运会 沙特队派出的是93年龄段队伍 而在当时 亚运会足球赛规定的参赛球员 年龄是91年龄段球员 外加三年超龄球员 但沙特队启用的是准备2016年里约的奥运会 选赛的队伍 意图十分明显 就是为未来大奥运会预选赛进行练兵 这一次 沙特足鞋也是派遣的纯奥运年龄段队伍 参赛的20名球员都是97年龄段 而且 没有召入一名超龄球员 这使得沙特队成为本届亚运会男足 赛上三支纯奥运年龄段队伍之一被主 另两支是日本与巴林 伊朗队则因有一名1996年出身的门将 其他球员全部为97年龄段奥 越年龄段队伍 接受记者采访时 沙特队主教练谢赫里正 我们之所以派遣U21的队伍来参加比赛 目的很明确 就是希望为球员们提供更多的正式大赛机会 我们的球员是要通过这种大赛 进一步积累经验 我对我的球员是完全信任的 我曾经为2016年80U19亚青赛 2017年韩国U20市青赛工作 对这些球员非常熟悉于了解 这支队伍将是沙特足球的未来 我丝毫不怀疑这一点 当我提出自己的构想时 沙特足阶给予权力的支持 谢赫里说 队员们需要更多的比赛经验 需要更多更有竞争力的比赛 我很信任他们 我们都知道 我们现在所有做的一切 都是希望进军2020年东京奥运会 我们很清楚我们这支的最终目标与任务 对我来说 看中的并不是这次比赛的成绩与名次 而是球员们在比赛中的表现 但很遗憾 我们在与朝鲜队的比赛中 表现不是很好 输掉了一场不该输的比赛 但是 我不会在意结果 我们所想的就是争取多达几场比赛 我们只有多达比赛 才能有所提高 所以 如果能够在这次比赛中走得更远 我们的球员就会有更多的比赛场次 可以去经受锻炼 当然 如果能够进入到决赛 意味着我们就有更多的比赛 我觉得 我们从现在开始 到东京奥运会预选赛展开之前 所参加的每一场比赛都是非常重要的 谢赫里说 今学区阵 阵容并不完整 参加本届奥运会的沙特U21 应该说是一支非常成熟的队伍 就像中国队主教练马达洛尼 光看了沙特队录像之后 我所说 我们看了他们的比赛录像 感觉到沙特球员的技术非常出色 身体虽然不是很强壮 但他们个人能力很强 能够很好地利用技术进行配合 尽管整支队伍都是97年零段的球员 但在我们阵中 也有很多97年零段的球员 事实上是 现在的这支沙特U21 是谢赫里一手组建起来的 谢赫里曾随沙特U20青年队参加1999年式清赛 尽管进入成年队之后表现一般 没有写赫的成绩 但退役之后重教 成为了沙特族谈终生代中的代表性人物 而且 谢赫里在日常的训练中 尤其强调体能训练 代队期间经常是一日三练 此前在被战亚青赛 是青赛期间 他便是如此讲学 此番率队准备亚军会 沙特队之前在结合集训期间 依然是一日三练 这也使得沙特队 经常能够在比赛中 显现出体能方面的优势 而在技战术指导方面 这支沙特队继承了以往沙特足球传统的风格 喜欢控球 船接配合 进攻中更是强调这一点 在这次参加亚运会的20名球员之中 2016年夺取巴林 由19亚青赛亚军共有11人入选 参加了2017年5月 由20世青赛的球员 则有12人入选 换句话说 现在的这支沙特队 就是以巴林亚青赛队伍为班底主舰 不过 这支队伍与年初参加在中国举办 U23亚锦赛的那支沙特队 并不是同一支 那支沙特队是以95年零段球员为班底主舰 只是新纳部分97年零段球员 而且大多数97年零段球员都是替补 因为尽管有7名球员参加年初的U23亚锦赛 但大多数都是替补球员 而且当时带队的主教练是爱根平人 至于在去年11月的独云四国赛 中国队曾和沙特队有过交锋 中国队当时0比2完百 但在当时 中国队一共有6名球员 上交国家队准备东亚杯 因此定位入选 再有 沙特队也不是这次参加亚运会的队伍 因为 比赛的参考价值并不大 需要指出的是 在这一支沙特亚运队20人名单之中 有9人来自沙特租坛定旅阿赫利 相反 另一支定旅希拉尔 则是为有1人入选 这与沙特国内足盘的矛盾存在很大关系 再有 豪门希拉尔队需要参加阿拉伯俱乐部冠军锦标赛 亚运会期